亲兄弟分别身处黑白两道 这真的不是电影当中 才会出现的情节 曾经被列为十大枪级要犯的蓝元昌 在70年代的时候 他是中部有名的杀手级人物 不过他的亲身哥哥 却是一名警察 兄弟两人完全走在 不同的人生道路上 曾经在一场警匪枪战当中 蓝元昌和警方对峙 双方僵持不下 一直知道哥哥亲自出面 他才终于愿意气泄投降 不敢想象过了那么多年 再回想 那个是真的跟我们一般这种 拍电影的那种 强壮的有过不及 快点 警方寻现前往围捕 前十大枪级要犯蓝元昌石 遭到强大努力反击 暗夜中台中市南区某市区内 枪声打坐 枪林弹雨中 远景一个接一个 重弹倒地 超过百名警力层层封锁 围捕攻坚 锁定的是他 兰华打到蓝元昌 蓝元昌的排名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慢慢一直往上冲上来 几乎跟林来福跟黄鸿玉他们齐名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有枪他敢开 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枪包括那个年代 竟然有AK-47 无支冲锋枪 凌晨四点 蓝元昌 陈志强和黄泉琳还在吃火锅 等于没有回来竞争 一听到开门声响 立刻带枪往地下市冲 一开始我们的任务是黄泉坡逃跑 听到台湾楼上有声响 没多久 他那个我们目标的那个铁门就开了 打开以后 也没有几秒钟 然后枪声就出来 蓝元昌手持AK-47 和同伙企图杀出 一条深路 那时间很快 而且很突然 而且又是拿步枪 他又是一种联系的方式 所以第一时间 破坏力是蛮强的 反应不及 是蓝元昌负责开 然后他另外那个同伙 帮他装子弹 所以他的火力才会那么密集 因为这里少 照片的冬树 又少不用扫水 所以对面全部都弹中点 对峙了一个多小时 用一部正常车 把它挡在他的车前面以外 我们自己又放了一部正常车 来当我们三个人的原体 整个走道都被请车捕死的 他硬要冲出去 两个小时时度 双方薄火八百多枪 这一支副枪的威力 是蛮恐怖的 现场下面你看 那个墙壁的水泥状块 直接打到被挖了一个大洞 是从天堡板这样子下来 然后能够把这个车子的 这一个钢板再把它打穿 那真的是我们从景以来 第一次看到的这种 就很像拍电影的这种场景 真的是打得像风火似的 真的是 警方重装备上阵 双方连开两百多枪 激烈焦火 附近居民楼胜楼下 前后驻足观探 警方只好改变策略 开启对话 那个时候他其实他跟同伙 另外一个就超出一句话 张重发两个人就在屋子里面 后来他们可能经过考虑之后 张重发就说 叫我哥来 我要看到我哥 我就要投降 那那时候蓝元昌就说 叫我哥哥来 我哥哥来我才要投降 那他就傻了 一听说他哥哥是谁 蓝元昌从小不爱念书 13岁外出闯荡 持枪抢名贵兰花 闯出名号 从1988年到1989年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蓝元昌和同伙 犯下16起枪击案 和恐吓 扔索案件 把家庭看得很淡 心恋得很硬的蓝元昌 亲哥哥 就是谁 他哥哥原来是在台中市警察局服务 叫蓝元昌 那就是因为警方那个时候 好几次要去逮捕蓝元昌的过程之中 都让蓝元昌 蓝元昌听到消息之后就跑掉 所以他们就讲说 为了要避嫌 会不会是你蓝元昌通风报信 所以干脆就把蓝元昌调走 然后调到保义 兄弟俩 以卫视警察 第一名却是枪子右犯 就像台版的 英雄粉色 我去想想下的 知道你很报 港片里张国荣誓言的弟弟是名警察 不过哥哥却是黑社会老大 姐姐害死父亲外 还让他仕途很不顺遂 拉扯原本身后的胸脑筋 电影里的哥哥一心改播 看回台湾真实社会 蓝元昌1989年 第一次以解放枪战时 蓝元昌在思考之后 他觉得说 要我哥哥来现场 那表示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 好 果然蓝元昌单枪匹马进去 跟他谈判 蓝元昌就讲说 你哥哥都已经来了 而且你也保证我的安危 我亲人在 我心定了 所以他就把他的枪弹 全部交给蓝元昌 蓝元昌成功说服弟弟 弃械投降 最后搅出了大批枪械 或判20年有期徒刑 但减刑后 蓝元昌服刑10年 假释出狱 逆犯案 先在南投普里 当街拿物资出风枪追杀仇家 同时犯下杀戮阵长 普里镇长住处的枪击案 并且暴力恐吓勒索许多店家 出狱两年的蓝元昌 再度跟警方爆发枪战 总共是造成了六名园警 重担送医 三名犯人中 一死两伤 犯下杀人未遂 持枪恐吓等罪 蓝元昌服第二次被判了 二十年有期徒刑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 心情 在关的心情会怎么样 这官军军已经想像中 法律是公正的 接受法律 只是蓝元昌日誉 蓝文仲却仍是因为弟弟 调理派出所主管职务 直到退休前 升迁之路 走得很坎坷 蓝文仲他的侍族就是 不是很顺遂 代表 代表我们的警察去参加什么 世界警销运动大会 他的高尔夫权拿了三片金牌回来 对不对 他以前办案绩效也很好 其实我很帅 那个真的是 我说你好好干 你又有前途 他就跟我说 不可能 他也知道他弟弟的事情 那时候用点名做起来 否则他会是下一个红幕的 蓝文仲不怨弟弟 还有蓝妈妈生前 始终不放弃 苦心盼望 愣子回头 比较同理性的角度去看自己 以前就比较 没有这种角度 都比较恶心 如今蓝元昌拿枪的时候 盖拿毛笔 参加比赛 办展览 成绩比当大哥 还要亮眼 蓝元昌即将满60岁 回顾自己人生 前半辈子 有一半的光阴 都在牢里虚度 面对哥哥和家人 蓝元昌说 醒悟太晚 悔悟当初 关心目归国 失礼 借离 万能昌